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新北市三重区碧华国中民国66年创校至今于40年,校舍经评估有率于离子含量过高,难震系数不足问题,俗称海沙屋补强工程款不积极,连日地震更让师生人心惶惶,考量安全与经济效益,市府决定千校至700公尺外,工程予计今年5月开工,最快109年7月起, 学生可置新校舍证读,成为新北教育史上首次全校千校重建的案例,教育局副局长黄敬一指出,虽然补强工程持续进行,但范围过大,涉及师生安全,市府评估重建校舍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, 早期三重人口多,恰好据县纸700公尺外有预留一处学校用地,且位于同一学区,因此核定千校作业,班级数将从现有54班略增为60班,工程力拼108年底完工。 碧华国中总务主任黄和岁说,校舍常出现瓷砖剥落,墙面军裂,定期实施补强工程,四楼漏水严重,不堪使用,教室都已往低楼层, 较危险的地方已禁止学生进入,近日地震频繁,经目测检视,结构没有被破坏得更严重,冲建工程上周上网招标,旧五月动工,109年7月完成千校作业。